五十后的人生要越活越好 让五十佳Talk陪你 用新的方法创造属于你的理想老后 本节目由易康生计合作企划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五十佳Talk 我是本集节目主持人 五十佳主编陈婉欣 今天的来宾我们邀请到 百岩季易康生计研发长洪伟胜 要跟我们聊聊保健食品 从何而来 请洪研发长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百岩季易康生计的研发长洪伟胜 研发长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谈一下你的背景 先让五十佳的听众稍微认识你 好的 我自己背景 我是台大东科毕业 那我毕业之后 我就服务在生计产业 那一开始也是服务于一间过敏检测的公司 然后有做过一些特殊的益生菌的保健食品 然后现在就投入这个候生员的研究 也就是现在服务的公司 研发长我们知道说 像我们五十佳的听众 其实到了五十后这个年纪 大家或多或少 可能平常都有吃保健食品的习惯 那我们从数据上也看到 其实台湾保健食品的市场规模很惊人 一年超过一千六百亿 而且这个市面上各式各样的产品 从眼睛肠道 几乎各种产品都有 可是大家可能会很疑惑 说我吃的保健食品 它是不是真的有效 这可不可以请研发长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从研发的角度来看 保健食品或者是说机能性食品 它的定义是什么 OK 那我觉得从刚刚说到保健食品 或机能性食品的定义 我们还是要先从法律来讲一下 比较严肃一点 但这不能乱讲 其实台湾是没有所谓的机能性食品 机能性的表示食品 是日本的用法 那它定义其实就很直观 也就是指说 这个食品对于身体机能的改善的效果 比方说促进肠道蠕动 减少血糖的上升 减少体脂肪等等 那台湾的话 我们就称为所谓的保健营养食品 还有营养两个字 只是我们很习惯会讲说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 其实在普遍化来讲 其实它就是一般食品 这些天然的食物 其实它就有功效 但我们可能可以经过一些 精致啊 提取啊 或是加工 或是配方的 把它组合成 让它更适合一样的补充 然后或是帮助体质 但这个情况下 保健食品是不能讲功效的 要讲到功效的话 是要符合健康食品管理法 就是要所谓的小绿人 健康食品的认证 才可以宣称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是保健品 保健品在台湾的种类超级多嘛 像眼睛的叶黄素 玉米黄素的原料 肠胃道蠕动的酵素 益生菌 美容 女性在意的 这个胶原蛋白 玻尿酸 整体抗氧化的植化素 植物里面来源的有效成分 像额茶素啊 姜黄 抗癌的褐藻多糖 凝脂多糖 然后最近也很夯的 那个抗老的 MMM百里乳醇这一些 然后还有抗疲劳的B群 各个角度都有非常非常多的保健食品 那我也觉得保健食品 可以称之为所谓的辅疗品 就是辅助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们现在的生活形态 可能就会有一些 暂时改不了单位的习惯 或是没有办法 比方说有人就是要熬夜啊 有人工作一类就是很大 或者有人就是要不断地拆旅等等 然后就透过这些保健食品 或是辅疗品 来帮助生活的品质提升 然后让身体是减缓一些损失 或是一些恶化的状况 对 我觉得这就是保健食品 它实际的一个意义 跟它发挥的效果 研发长自己平常有 不用保健食品的习惯吗 有 我自己有在使用保健食品啊 那一般来说 我们当然就是有针对性的 比方说最近眼睛蛮酸的 看一幕啊 那个报告很多 可能就会针对叶黄素 然后来做摄取 那如果非常疲累啊 可能像基金啊 笔群这些 可是综合来讲 我平时一定不会断的保健品 应该就是跟肠道相关 因为随着这些科学研究 对肠道的重要性 然后还有肠道军相的 扮演的角色 越来越丰富的时候 你真的会发现 其实这个点真的不能断 而且这个点是 非常非常富有效益的 就是什么叫有效益 就是如果你先把这边顾好 所谓的肠道好 人不老 不只是这一段话 还有它跟各式各样的疾病 都有很紧密的关联性 过去科学研究没有办法证实 但现在都已经开始告诉我们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这个地方养好 它的效率带来的注意 其实是很大的 我想我们50家的听众 其实大家可能日常的开销当中 有一部分就是花在健康上面 保健食品相信也是大家常常在 每个月定期都要做的支出 只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是说 我吃这个是吃心理安慰的吗 还是说它真的可能会对我有一些帮助 这个可以请研发长跟我们谈一谈说 一个新的保健食品 它在上市的过程当中 需要经过哪一些检核跟考验吗 好的 那刚刚先提到说 保健食品到底是不是吃心酸的 我就直接帮主持人下这个定义 对很多时候你会觉得 好像吃保健品 花了这些钱 然后听人家说很有效 结果自己吃起来的 身体的体感完全不是这样 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的一个障碍 就是所谓的体质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 保健营养食品就是一般食品 去做一些调制 所以这个时候就常常会有出现体质的问题 每个人的感受性就是不一样 好 那再回到核心的问题 就是一个保健原料 或是一个保健产品 它产生的过程 其实我们看到最后的产品 很多都是已经调制过的 什么叫调制过 它可能是有几个不同的功效成分 然后去针对一个特定的功效 所以我们核心还是要回到原料这一头 那一个原料的一个养成 跟一个原料的一个问世 它最核心的点 第一个重点 当然就是讲究不伤身 这个广告词先讲究不伤身 因为如果它对我们身体额外造成负担 那就完全失去原本的意义了 所以一般的毒性的实验 独立的实验是一定要完整 然后还有后面的那些 我们现在常看到的食安问题 相关的检验都需要去进行 以避免它可能有一些 像不好的残留 比如说污染剧 或是重金属 或是硕化剂等等 这就是历年来 层出不穷的食安问题 都要先把它确认好 这是一开始先讲究的点 那保健品 所以它一定要有所谓的功效 不然人家都会觉得 这个钱到底要不要继续花 吃心酸的 或是会不会造成一些身体的负担 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 所谓的科学研究的角度 从最一般的基础的细胞实验 动物实验 甚至再衍生到人体临床的实验 这个实验可大可小 然后可粗糙可精准 那就端看这个产品 或这个原料 它想要扮演的角色跟定位 所以其实一个原料 我们从看到 它就需要一个安全性的实验 然后到功效性的实验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最后配置成产品的时候 可能会有不同的配方 那不同的配方 它就需要所谓的试制 生技厂商需要是把它组合起来 看它的效性可不可以更理想 或甚至会不会有一些冲突 虽然不是中草药 但是可能有一些保健原料 会互相抵触的 可能也不能一起使用 这个叫试制的过程 去确认它的稳定性 所以整个核心的重点 我们这样讲起来就是 安全性 功效性 跟稳定性 稳定性包含就是 你买回家 你不可能三五天就把它吃完 对不对 你可能买三十天六十天的量 甚至更久 那产品 从制程出来 到仓库 到物流 到我们消费者手上的时候 它是不是可以维持一定的稳定性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需要考量的 那我们这样听起来好像就三四馆 但事实上 这每一个大馆里面又有无数个小馆 甚至到什么包装好不好开 然后到那个口感好不好等等的 这个都需要厂商来做更细腻的一个服务 尤其说 其实台湾这个保健食品的法规 也算还蛮严格的 这样食品的法规是很严谨的 尤其是在宣称广告这边都要非常注意 避免就处罚 所以其实说一个新的保健食品 它从可能一开始有这个想法到 真的消费者拿到 这其实当中要经过很多不同的考验 所以如果哪一关出错 或者是没办法成功的话 它就没办法吻死了 对 原来就是有纪律 跟有良心道德的企业公司 其实这一段是真的会 有更严谨的标准在做把关 最近其实实在问题非常多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就有一些事情 大家已经做得很尽心尽力了 但它就是还是有一个不小心 可能就不知道在哪个环节出错 所以保健食品这种毕竟要吃下肚 然后讲究一些功效性的产品 它就更需要每个环节的谨慎 然后去做监控把关 接下来我想请研发长谈一谈 因为刚刚讲到说保健食品 他要问事其实不是很容易 我知道说就是像你们有一个叫做共生发酵液 这个跟肠道微环境相关的产品 这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吗 这个什么是所谓的共生发酵液 好的 共生发酵液精准来讲 应该算是我们的一个特殊的专利原料 所谓的共生发酵 这个是简称 其实它是严格来讲应该是益生菌 跟特定培养基穀物或植物 然后一起去做共生发酵 产生出来的产物 我们就称为共生发酵液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就一群嗷嗷代补的益生菌 然后我们就给它一个丰富的营养 那这些营养是这些菌喜欢的 那通常就是一些植物或是穀物的配方 然后让它发酵之后 产生出来的东西 这些物质其中有一大部分 就会是这些植物 谷物本来的有益的物质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些菌 在代谢的过程产生的物质 这些综合起来就叫共生发酵液 所以它的学理定义有一个名词 叫做后生源 后面的后产生的生 就是后面产生的 英文叫做Postbiotic 其实大家可能平时都有在接触 它定义很广 如果以国际益生菌跟益生源协会的定义 后生源是细菌 包含益生菌的分泌物 或是它的菌体片段 可以提供宿主 就是可以提供人体一些好处 一些生理的益处 就叫做后生源 所以你听它的定义很简单 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发酵的东西 其实它就算是后生源 所以像醋算 醋也是有维生物发酵 有维生物参与的过程 就可以算是它的产物 所以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一些 益生菌的产品 它会说它有后生源 它可能就是厂商有处理过 把一些菌体 把它给lice掉 让菌体存在 我们专业角度来讲 我们会讲是死菌 死菌 死掉的细菌 死掉了 它被lice掉了 它被解体了这样 可是我们如果对消费者说 这是死菌 消费者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 好恐怖 对 可是不会 就是菌体它lice掉之后 它可能还是会有它原本的功效 甚至还可以放大它的一个效率 所以怕这个消费者不能接受 所以会有个名词叫后生源 可是你看我们的发酵液 就不是这个角度 我们的发酵液是让菌 真的去利用 他们喜欢吃的这些培养基质 就是这些穀物植物 然后产生出来的物质 就叫发酵液 所以发酵液它的成分内容 是非常非常丰富复杂的 我们刚刚有提到里面 有这些植物 果物本来的营养素 我们称为植化素 植化素被菌分解掉之后 它可能的构型就变得不太一样 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它在体外 先被我们释放出来了 被这些益生菌 好菌把它释放出来 所以人体在吃进去之后 它就没有一个关卡了 什么关卡 消化吸收的这个大关卡 就没有了 所以人体是很好去利用 这些小分子的物质 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菌在使用这些培养机的过程 它们产生的东西 包含了有机酸 然后短链脂肪酸 然后可能有一些 维生素D维生素B群 然后有一些短生态等等 好这些菌会有一些复杂的机制 我们这边可能没有办法细说 然后去产生这些复合性的营养物质 那这些营养物质 对我们的肠道黏膜健康都超重要的 好所以就有这些物质 那可能还会有一些是 可溶性的一些纤维的成分 也会溶在里面 我们现在验出来 我们的共生发酵液里面 至少有55种以上的一个物质 所以这个共生发酵液 是可以直接合的吗 对 但因为它有丰富的有机酸 跟短性脂肪酸 所以它的口感会比较偏酸一点 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 比较天然的一些调味的方式 让它变得比较好入口 刚刚上一集当中我们有采访 这个北一大学的玲珑菌教授 他说人体的肠道环境 有点像一个工业园区 那好菌就是有很多好商家 那坏菌就是有一些 可能营业不良 制造不出好产品的商家 所以我们可以说 刚刚讲的 其实就是要打造我们这个工业园区 让它可以运作得更好 可以这样讲吗 对 可以这样说 这个比喻还蛮清闲易浓的 那可不可以请研发长 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共生发效益 就是听起来 它这个研发过程 应该也不是很容易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过程当中 有哪些专业团队的产学合作吗 OK 我想先简单说明一下 这个原料 集团一共花费了17年的时间 然后整个投入的研发的成本 大概有两三亿左右 整个过程 其实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 就是发酵的不稳定性 因为我们是用益生菌 而且不是单一菌 我们是用复合的菌的配方 跟这些穀物做工程发酵 所以其实发酵这件事情 你知道有一个条件没有抓好 或是有轻微的移动 哇 它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我之前曾经有一个比喻 就是有一阵子流行语都会说 它说发酵就好像爱情 因为你根本很难去抓住它的细节 那所以要用更细腻的科学化的指标 来做所有的监控 包含哪一些 比方说我们的培养机放进去的时间点 或是一开始的菌 它需要长到什么样的程度 或是温度 湿度 气体的控制 然后怎么转速这些都不要说了 这些每个都需要很清楚 不断地去尝试 而且它不是单一因子 它是综合因子 所以这整个过程就需要 非常的耗费时间 我们回到保健原料的一个本质 就是它要稳定 我不可能这一批就是超酸的 然后下一批就是好像变得甜甜的 不可能 更不可能让消费者觉得 这批很有效 怎么这批感觉好像没有效果 所以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原料 在研发的阶段 最痛苦的一个环节就是 要做到一致性 这个一致性当然是不能是低标准的 你一定是希望是最好的 或是可以在最理想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 应该是我们都不断地在做优化 它没有最好 它只有更好 一定会有一个更适合的一个条件 跟一个技术 那另外一个就是功效性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想说 看起来这个发酵类的东西 它感觉就是对肠胃道直观是很不错的 对那所以我们开始就针对肠道黏膜 然后肠道的菌相 然后还有像是一些 我们刚刚提到的代谢症候群 三高的问题等等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困扰 就是我们很多的客户 我们很多的使用者的回馈 都不是我们一开始实验下面的这些指标 它可能会回馈不一样的 比方说脂肪瘤会消掉啊 或是它的经济变稳定了啊 或是它睡眠变好了等等 然后我们就会有点错愕 到底为什么这跟我们的实验结果 是不太一致的 意外发现是不是 意外发现 对其实对我们来说不是很快乐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产品是走在它 一开始设定的科学的基础下 对可是等到我们看到了 菌相的整个变化 跟菌相带来的改善 我们才发现一切可能都是因为 从肠道的环境改善 让整个好菌萌发之后 有很多原本转不动的这个生态环境 它就自然就运转起来了 所以会出现很多所谓的实验室以外的一些回馈 这个不算是困难 但是一开始有一点困扰 这大概是我们整个研发历程的一些 比较辛苦的地方 一开始还是在发酵端原料的掌控 你知道那个发酵失败的时候 看到整桶整桶的发酵液就是要倒掉 对就是要报废 是非常非常的心痛 还是可以用 那应该还是有效果的 对但是依据品质的要求 对消费者的一些承诺 所以我们就不能使用 对这是我想是整个过程中 一直以来最辛苦的 协助我们做缺效验证的 几个学术的单位 像我们有跟中心大学 福人大学 然后还有北一大学 一起在合作 然后在确认这些发酵液的成分 它的功效等等 我们就得到越来越多的证据 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 所以听起来在实验室的日子 真的是有悲伤也有快乐 可以这样讲吗 对通常是喜悦就一下下而已 通常挫折跟困难是不断的 应该说挑战比较适合 对是不断的有各式各样的挑战 那这个共生发酵液 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 有做过哪些实证的研究 我们比较核心的还是针对代谢症候群 有用高脂肪的模式 去看小老鼠 他的脂肪肝的减少 然后LDL 或是胆固醇的一些变化 其实现代人比较不怕高脂 现代人更怕的是高糖分 所以我们有用高脂高糖的模式 然后一样看到这些生理指标的变化 对然后还有当然就是 菌相的一个提升 那我们最近也在跟一些 医学中心有去做一些合作 那就发现一些临床的改善 比方说我们就有发现 对一些肠癌的患者的前后改善 菌相变得非常非常漂亮 育后也有一些协助 那这个部分我们之后会随时在做文献的发表 这个我想要稍微题外话问一下 研发长就是因为你妈妈也是50家这个族群 对不对 据说他是不是有骨质疏松 对骨质疏松蛮厉害的 那像你自己是做这个保健食品的专业 可是他好像据说他不听你的建议是不是 就是我想这个应该是 诚挚的像每一位听众呼吁 就是一定要相信自己孩子 相信自己晚辈的专业 就有时候就这样 亲密的人有时候可能一些建议反而比较听不进去 这个故事是听起来有点好笑 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妈妈 他知道自己儿子在从事这个领域 所以有时候会说帮我买什么保健品 那最常出现的频率就是跟骨质关节相关的 那那阵子我记得他叫我是买类似海藻钙 因为钙子有很多不同的来源 就很直观 大家想说骨松就是补钙 对 然后我就跟他说 好啦会帮你买啦 但是你同时吃一下肠道保健的内容 妈妈就生气气了 我就想说这个儿子不要只学这个就拿这个来糊弄我 但是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们现在发现肠道的环境如果是稳定的 它会通过三个路径来改善骨质的问题 第一个是反应反应 降低反应反应 就比较不会去影响到骨质 然后第二个是肠道菌相如果稳定的时候 有大量的短链脂肪酸 短链脂肪酸对我们的骨质也很重要 然后还有再来一个就是血清素 因为有大量的血清素是在我们的肠道分泌的 不是在脑部 是在肠道分泌的 那我们觉得血清素是跟情绪睡眠相关 可是它也参与了很多跟骨质代谢相关的一个运作 所以你的肠道如果稳定 那直观的你的营养消化吸收会好之外 然后又有后面这些因素 刚刚还漏讲一个 还有维生素K 这个肠道菌相也会分泌 这些物质都跟骨质有很大的相关 所以也是诚挚的建议 就是你看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就说 肠道环境顾得好 它的效益很多 连骨质这边都会有一些协助 虽然是间接的 但是长久以来 相信它拜的角色还是蛮重大的 其实刚刚我们这一集节目开始的时候 严芳就有讲到一句话说 肠道好人不老嘛 所以如果可以把我们的肠道菌照顾好的话 它其实是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多好的益处 那可不可以请研发长 给我们50家的听众一些建议 在挑选保健食品的时候 要怎么去挑选 经过验证可信赖的产品 去达到自己希望达到的目的 好的 那我这边建议挑选保健食品 因为我们身边也是常常会有 各式各样的咨询我们的意见的亲朋好友 那通常我们给的建议就是正确的三观 第一观就是内观 就是我们要先了解自己到底需要什么 去审视自己 去了解自己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的方式 像不管是健检或是营养师资讯 现在社会非常多这样子的资源 或是我们可以从很多的文章来了解 但是我觉得核心的问题还是要看待自己的生活方式 跟自己平时的饮食的习惯 这个是最直接影响的 那还有就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年龄层 或是我们处在什么样的风险指标之下 这个都可以来挑选更适合的保健品 比方说我是一位二三十岁的女性 但是我的工作需要晒太阳 那皮肤的保健你就需要额外的加强 比方说我现在年纪已经介于就是固执关节的退化 那我就直接当就是针对这方面的原料或是产品 或是饮食做一些调整 这个是最直观的 我们称为内观 那有时候可以透过一些外在的资源来寻求专业的资讯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那再来就是第二观就是外观 有内就有外 外观当然就是我们看一个产品 你挑到一个产品 你觉得它跟你有缘分的时候 你就仔细看它的标示 那产品标示其实大家都会看 除了看效期之外 你就看一下它的添加物的成分的顺序是什么 顺序很重要 因为通常添加越多的 它就会排列在越前面 可是只是说有一些保健原料 它因为只要少少的就可以发挥功效 所以可以稍微评估一下 如果这个顺序前面全部就是水 然后糖 然后果汁 这种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我喝的大部分是这些调味的内容 心里有时候要大概了解一下有一个底 然后再来看一下制造厂商 看一下这个工厂 是不是台湾的工厂还是哪里来的 或是看它有没有一些所谓的品质标章 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去确认一下 去稍微去提醒自己 这个产品是不是真正有一些把关措施的 然后第三关就是内观外观 完蛋就是旁观 从旁边来看 就是看它有没有一些专利 有没有拿到一些机构工会的一些认证 或是说有没有发表一些学术的期刊 或是有没有一些专业的意见的一些建议 虽然有一些可能是广告买来的啦 可是至少如果专业意见 他愿意为他背书 可能代表他有一定的程度的用心把关 不然我想这些 大家这些医疗人员 这些甚至网红这些 大家也都是会爱惜自己的羽毛 所以我觉得可以从这些角度来看 然后还有就是 有没有使用者跟你分享过 我觉得这一点也蛮重要的 就是所谓的口碑啦 就是看大家吃的状况怎么样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评估的一个指标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从内观外观还有旁观 这三个观来挑选保健品 但是我这边最后还想给一个建议 就是我们刚提的很多状况都是针对性的 就是我知道我缺这个 比如说我眼睛算色 我就会挑油黄素 比方说我觉得我现在免疫系统不好 很容易感染 我就会吃一些多糖体等等 这叫做针对性的 可是现代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其实不知道你缺什么 不了解自己 对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很多人觉得他疲累 他会吃什么 吃B群吗 或是吃鸡精吗 可是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吃B群的人他觉得没效 喝鸡精的也觉得 我精神好像没有变得更好 我的注意力好像也没有更集中 为什么 因为他不缺这个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工厂不缺这个 那我想换一个比喻来说明 就是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森林 那我们的肠道 其实他就是这片森林的土壤 那土壤肥沃 就是森林的多样性发展得很好 然后小动物大动物都来 这样就很茂密 对吧 他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生态系 但是这个土壤呢 如果开始有一些营养的缺损的时候 好 这个森林就开始不健康了 可能会有一些缺损 我们套到人身体来看 可能就是进入牙健康的状况 他也不见得生病 可能就是开始有一些运转就不理想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土壤里面需要的养分非常丰富 各式各样多元性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土壤的养分 补足 让它是很丰富的 不予匮乏的 这个森林它自然就又运转起来了 它就一个生态一个平衡 它就会非常的稳定 它会非常的协调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观念 肠道里面的土壤的养分 我们需要提供好 那我们的发酵液 它是一个复合性的营养 它可能很多的成分 它的浓度不见得非常高 可是它只要能够补足 那个缺乏的 让这个土壤 可以有一些养分 供应这个森林去运转 其实也就是所谓的肠道与健康 消化营养吸收 有效率的时候 身体自然很多角度 它就越来越健康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发酵液 会收到很多我们实验以外的回馈 那我们当然不可能 就是把它先淡化 但是如果我们从肠道环境 肠道俊相的角度来看 你都会发现它是有机可循的 做一个综合性的补充 就是要从肠道的环境 顾好开始 那我觉得身体就有机会 应对各式各样的疾病 那身体就会更有所谓的柔韧性 我们遇到状况的时候 身体自我调整的功能 跟自己去做抵抗的一个状况 就会更理想 所以以上想要分享 这个挑选保险品的 比较一般认知的观念 跟我们觉得最近自己在研究上面 看到的一些观念 分享给大家 大家听完今天这一集 如果得到一个最重要的结论 其实就是说 肠道它是我们人体健康的一个 最重要的基础 可以这样讲吗 是我们会认为 一切会从这个点开始 就像2300年前 伊波拉迪就说了 他说万病食于肠 还有学问的一句话 对对 你看很厉害 2300年前人家就已经这样说了 所以就表示 肠道的一切的基础 都会是从肠道开始 然后还有肠道的细菌们 就希望大家听完今天这一集之后 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肠道健康 然后也挑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保健食品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这一集节目 欢迎到Apple Podcast首页 给我们五星好评 并且留言告诉我们的想法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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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